早前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扬言 如果首相顿牌六没有信守承诺 交办给公正党实权领袖德律安华 那么他将会退出政坛 对此副首相德律万阿吉萨表示 希望民主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 到了第十五届大选还能够继续奋斗参选 万阿吉萨出席2019年国际护士日庆典后 针对林吉祥扬言 首相若不守承诺交办给安华 就退出政坛仪式做出回应 万阿吉萨说 西蒙政府正致力迈向新马来西亚成功的巅峰之中 仍需要林吉祥这位资深的领袖从旁协助 至于首相是否交办给安华 他说将交由西蒙领导层决定 他强调移交职权的事取决于西蒙领导层 但是他依然希望林吉祥与西蒙领导属一起 迈向新马来西亚 预前巫统代主席 Ratustri Muhammad Hassan在山达根 为沙巴团结党助选时声称 他相信明年就会有大选 因为马哈利不愿交办给安华 林吉祥为此挑战Muha Muhammad Hassan 如果马哈利没有交办给安华 他将退出政坛 护士向来有白衣天使的称号 然而协助医生照料病人的同时 还得面对病人的喜怒哀乐 是一份默默付出的职业 配合国际护士节 副首相达许万阿吉萨肯定 护士对医疗界南日国家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副首相万阿吉萨说 护士在照料国人的健康上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说作为社会大众的健康守护者 护士和病人的联系十分紧密 因此在协助病人 妥善管理自身的健康方面 能够对他们造成 直接和全面的影响 身兼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万阿吉萨也说 护士是世界公认 备受信赖的专业人士 他也感谢他们 协助实践政府的议程 确保我国是一个健康的国度 并灌输国人 实践健康生活的理念 华尔基萨表示 拥有健康是人类的权利 而如果国人能够照顾好 个人的健康 这不仅能够为国家的经济 带来正面影响 同时也能够协助社会和谐发展 万阿吉萨昨天受邀到 雪州沙登出席2019年 国际护士节的庆祝活动 并在致辞时发表以上的谈话 该活动同时邀请了 来自全国医院和诊所 超过3000名护士共襄胜举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如来大为公务员捎来好消息 在全国可负担房屋蓝图下 政府将为公务员预留 多达9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 并且开放让公务员申请 房地部长如来大 昨天为全国可负担房屋蓝图 启动揭幕仪式时 透露这项消息 预料全国多达9000名 符合资格的公务员 将在这项计划下受惠 他透露 截至目前多达3万个 可负担房屋单位 已经竣工 另外13万个单位 还在新建当中 Jurayda补充 全国可负担房屋蓝图 到时完工后 符合申请条件的公众 将和公务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说 这不但可以促进社会互动交流 也能够加强家庭之间的凝聚力 为了确保5G科技准备就绪 政府推动了国家光纤化和连接计划 NFCP 通讯及都媒体委员会表示 将会和各州的政府展开合作 以确保这项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让全国人民能够享有更快和更有素质的宽频服务 连接全国人民 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 通讯及都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 这次计划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确保国人能够享有完善 高品质 全面且实惠的互联网服务 在这个前提下 联邦政府和相关企业都会给予州政府 全力的支持及配合 确保在迎接5G网络时代的过程中 所有的规划及筹备 无论是在成本方面或是实践方面 都能够更加顺利 在5月11号 通讯及都媒体委员会 已经率先与槟城州政府 及7家电讯公司的代表会面 并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负责提升现有的4G网络服务 迎接全新5G网络时代的到来 专案小组所拟定的 宾州网络衔接大蓝图 预计能在今年年底完成 而接下来 通讯及都媒体委员会将在近期内 与霹雳 沙拉月 吉打 马六甲 雪兰俄州政府会面展开讨论 全国各地的儿童游乐场设施 存有许多安全隐患 也就是儿童受伤的风险 对此 全国职业安全和卫生机构主席 单薛李林泰表示 政府有必要修改1974年 道路勾取和建筑部法令 第133条文 以及1984年建筑部规范条例 以确保儿童的安全受到保障 李林泰在一项文告中指出 地方政府必须在全国所有的公共游乐场 进行安全审核 包括和承包商共同维护管辖范围内的游乐场 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 他也指出 地方政府应该在专业知识机构的帮助下 进行审核 根据大马公共投数据的数据 地方政府在2015年和2016年 一共接获了1万1231起儿童游乐场的投诉 卫生部的数据也显示 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 有530名儿童 因为使用游乐场设备坠落后 被送入政府医院 与此同时 李林泰也呼吁民众 一旦发现儿童游乐场有任何损坏 应该立即向地方政府做出投诉 以便让有关当局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拉丁美洲的超过一百只狗儿 在萨尔瓦多举行的狗儿展上公开亮相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这期华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